俄罗斯刚刚取消了最大的军舰建造项目 075型两栖舰二号舰就下水了 为何美国人提醒俄罗斯委托中国建造遭拒绝 4月19日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个伤感的决定 无限期暂停了23560型领袖级巡洋舰 和22350M型护卫舰改进型护卫舰项目的建造工程 这是俄罗斯海军水面舰队维持其蓝水舰队的期待所在 特别是23560型领袖级巡洋舰 这艘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军舰 俄罗斯计划使用核动力 是俄罗斯研发的下一代多功能巡洋舰 其目的就是冲着灭掉珠摩沃尔特级驱逐舰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以及055型驱逐舰的威风而来的 但是现在这艘军舰还只能停留在图纸上 明明报道称 造成该军舰暂停的是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 以及石油价格的暴跌 这让俄罗斯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国防预算中 俄罗斯军费开支只有700亿美元 美国军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这样的支出水平 让俄罗斯无法维持强大的海军舰队 同美国海军竞争 与巡洋舰同时暂停的 还有22350M型护卫舰 这是22350护卫舰改进而来的大型护卫舰 拥有72个垂发单元 有意思的是 就在俄罗斯海军军舰刚刚决定取消后的三天 中国海军标准排水量3万吨的075型2号舰 正式下水 不管是资金还是建造工期 中国船厂丝毫没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和石油价格暴跌的影响 石油价格暴跌可以让海军的训练费用降低 这相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这两个消息原本没有任何关联 但是在时间上很巧合的赶在了一起 给了军事观察人士一个强烈的冲击 实际上在过去数年 美国军事观察人士提到过 俄罗斯建造新型军舰的解决方案 就是委托中国船厂帮忙建造 俄罗斯人或许没有现金支付 但是完全可以使用石油或者其他 诸如AL-41 D30等航空发动机 以及RD-180火箭发动机支付 阻止俄罗斯人这样去做的 或许不是交易的难度 以及技术方面的问题 而是俄罗斯人的自尊 也就是20多年前 中国海军还必须依靠 从俄罗斯采购的 现代级驱逐舰支撑舰队 现在则完全颠覆了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 现在到了关乎俄罗斯海军的未来时刻 自尊在这里起不到任何作用